今秋为方 道书飘香 9月3号 第28届鲁台会 两岸青年企业家对接会在为方举行 活动旨在为两岸青年同心同行 携手共赢搭建平台 实现两岸青年更多更全面的交流 交往 交融 延展两岸青年感情和经贸连结纽带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对接交流会上 为方是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做为方人才政策推荐 为创业台经代表 颁发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奖 为方是台青创业典型 和首次到为方参访的台湾青年企业家代表 分享了各自的创业故事和心得 两岸青年企业家进行战略合作签约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泽龙 做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主题报告 那我来为方这14年的时间 可以感受到整个为方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变化 那我最终也是在这边成家立业 那我两个小孩也是在这边读书 那在创业初期的部分的话 虽然有一些比较迷茫 然后有一些坎坷 就是比较在整个创业过程中会比较辛苦 那不过有很多的政府的支持 所以让我公司的部分的话 在这五年逐渐的往正常以及慢慢的成长的方向的执行 未来的几年非常适合所有的青年人来到为方这边做创业 因为为方有非常多的机会 它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为方的机会会比在别的地方的机会来得更多 因为为方是一个起步正在起飞的一个城市 而且很多的机会给大家 我是2022年过来为方的 这两年呢 我觉得非常幸福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为方学院的美术学院教书 就是大学老师 对那我一直就是除了我有在培养我们的一些未来的青年们 那么我一直也是服务就是这边的这种青少年美育 因为我做美育工作 就是美育的教学已经十多年了 那未来的部分呢 因为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扎根为方 然后并且呢 可以让更多的青少年的孩子们拥有更好的美术课程 对我觉得真的是为方的建设 还有整个大山东 整个环境 它的建设是越来越好 再来呢 会台政策 我觉得真的很站在就是台湾人民过来创业的这种 真的需求上面去做考量 会台政策做得真的很好 那么也很常常得到政府部门的一些领导们的关心 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山东好客嘛 对 然后其实蛮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试一试 绝对有机会 对